大手牽小手一起來做愛心意脈 新美市地震事務所為了協助弱勢團體 和玉城社會福利基金會 極限庇物工廠合作 然後早上9點在一樓大廳 舉辦6個小時的愛心意脈活動 吸引民眾千萬觀看 因為他們每年都會做這個活動 我覺得也蠻有意義的 就看看 這個東西好像也不錯 因為他們也很辛苦 然後我們跟庇物工廠買東西的話 可以做愛心 然後同時呢 這母親節的話 又可以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母親的辛苦 趕快 大家趕快來買東西 琳瑯滿目的食品任你挑 地震事務所的主任 廖俊榮也出手大方 買了一身的食品 打算分送給工作同仁享用 每年舉辦這樣的活動 廖主任希望透過大眾 共同求募資金 幫助弱勢孩童 我們中和地震事務所 一直以來就是以在地衛民 服務為機關的設立的宗旨 然後也是稱著土地工的精神 為我們機關的服務的理念 那我們一起來 應該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都會跟我們的 極限庇護工廠這邊來合作 那針對母親節前夕 然後我們有相關的義賣活動 那一方面讓民眾一起來 分享愛心 那一方面我們跟 綜合稅捐分處 也會有做業務的宣導 搭上母親節順風車 新北市稅針處也來聯手 做義賣活動 民眾除了可以購買愛心美食 也有機會做業務諮詢 豐富五月母親節 增添熱鬧氣息 中央新聞楊昭麗小楓 綜合報導 oner inclusive 使用啟發 尼不讓萝蓋 的 阿米 吼 錘